少爺 快點 食證 食證 食證何干什麼 他想哭 當時令我最害怕的就是我有自殺牽涉 半夜醒來就去露台 我就說如果跳下去會不會是長痛不如暖痛呢 有很多女人她們很痛苦 可能她就是這樣聚完一生 我感覺是如果我死了會是一個很大的階段 或者有些人死了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抑鬱症其實不單止干擾我們的情緒起伏 它對我們的身體是可以有重大長遠和不容易逆轉的病變 假如你有抑鬱症 你覺得自己可以還是不可以吐好它呢 我的意見是請你盡快面對它 有需要的話請你尋求協助 好 兩位今天來是否有些事情可以幫到手 是啊 其實我最近她都不睡覺 又不說話 我亦都幫不到她 不要緊要我們慢慢聊 因為真的有得意 我尋求醫治 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我想是對抑鬱症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你願意走出一步 去看回你自己的問題 漸漸漸漸是絕對可以看過的 你看到有支持 你看到有明天 而你看到明天可能會更加好的 無論你的學識是多麼冤薄豐富 無論你能夠傳遞一個多麼樂觀開朗的形象 又或者在別人心目中 你的家庭是多麼快樂 你是應該快樂的 其實你都可能會受抑鬱症困擾 但是無論如何 只要你能夠積極面對 你都能夠克服抑鬱症 Radio I care Radio I care 有心情電台 陪你走過 心靈路上每一個難關 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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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